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平常我们太忙了 我们没有时间去想父母 更没有闲暇去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 这个人群是我们今天读书要重点关注的人群 在我们本周的CCTV读书之选 本周的榜单上 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这些书 都指向了同一个人群 就是那群银发闪闪的老人 在我们分享所有的这些书之前 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小小的短片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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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啊 我 我是你儿子 我没带钥匙 我 我不认识你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爸的记性啊 都越来越差 冰箱在哪儿 厕所在哪儿 他刚刚做过的事 他都忘了 他不记得刚刚吃过饭 有时候走到门口 他都不记得这是他的家了 有一天中午 我带他到餐厅吃饭 我爸发现那个盘子里还有两个饺子 他竟然用手直接拿饺子装进了口袋 爸 你干嘛呀 你猜我爸怎么说啊 这是留在我儿子的吧 这是一段挺催人类吓的广告 他把我们带向了一个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 就是如何面对衰老 如何面对老人 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本书是 谁在银闪闪的地方等你 分享这本书的建书嘉宾呢 是一位年轻人 但是他跟老年人特别有缘 他在北京的松唐医院做志愿者 一做就是十几年 他主要做什么呢 就是陪伴那些高危高龄的老人 为他们做心理的辅导 然后做临终关怀 我们有请志愿者张大诺 在推荐这本书之前 分享一个我经历的真实的故事 在松唐医院有一天有一个老人 突然之间大喊大叫 并且泪流满面 我说奶奶你怎么了 他说我的孩子要喝奶 但我没有奶水了 我已经没有奶水了怎么办 然后他是拼命的拍打自己的胸脯 实际上这个老人已经九十岁了 是一个严重的老年痴呆患者 即便是在痴呆的情况之下 他唯一能够记住的就是 他要给他的孩子为奶 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就在想 如果他的孩子 他的孙子辈看到这一幕 肯定会说 我以后要好好地对待你 这种感觉 在这本书中 我同样地体会到 这本书叫 《谁在阴闪闪的地方等你》 作者简真 他是台湾一个非常有名的散文家作家 但是在2001年到2002年这个期间 前后他和他的朋友 他们的父母 又将近十多个人 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给他很大的一个刺激 于是乎 他开始认真地思考老病死的问题 老年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阶段 就像其他阶段一样 老年有其自己的容颜 自己的氛围与温度 自己的哀与乐 就像叫我们年轻的其他人类手足一样 我们这些白发老翁 也有责任把意义带给自己的人生 最后 他在他书里写下了一句话 叫做 这些绝望的老人 他们活下来唯一的理由 就是爱 先说绝望 他在书中写到 他经常接到一个电话 同样一个老人给他打了电话 他每次都跟他说 您打错了 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但是每隔十几天 那个老人仍然会给他打电话 有一天他发现有一个老人 坐在自己的院子里面 看着外面的风景 好像是很专注 但突然之间 那个老人高喊了一声 无聊啊 然后转身问别人 现在几点 说句实话 看这本书的时候 这样的场景 很多很多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压抑 但其中 从头到尾 有一个人 像一个暖流一样 默默流淌着 作者本人的阿猫 那他的阿猫 在八十岁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看不清楚了 他说他不敢往前走路 你跟他讲述 身边东翼的时候 要像卫星导航一样 那样准确 他以为这个老人就此废掉了 但有一天 这个老人居然开始 自己一个人完成了 他在家中的所有的工作 他可以给自己洗澡 他可以自己给自己做饭 可以做一切的事情 他为自己构画的一个生活地图 用他自己独有的方式 当多年以后 简直自己的眼睛也看不清楚 出问题的时候 他就突然在想 那个八十岁的老人 用什么样的方法 他怎么做到的 这一点 他百思不得其解 最后他写了一句话 他说 唯一的解释就是 这个老人 不想拖累自己的儿女 他对孩子的爱 胜过也对自己身体的爱 即便这样 这个老人 这个老人还是 在那一天 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但这个时候 他突然发现有一个细节 我跪在床上 握着他的手 此时 才发现他身上穿着 跟我一模一样的白棉袜 多年前 我买两件 一件给他 一件自穿 生死相别的当口 前路茫茫 雨雾漫漫 我们祖孙 以一相认 如果我们能够形成一个理念 面对自己家里的老人 无论他什么样的一个年龄 无论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就想了一句话 我要千方百计的让你好 当我们对待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尤其婴儿的时候 我们真的那么想 我要千方百计的让你好 在什么时候我们会对自己的老人 越来越老的八十九十岁的老人 会这么想的 但如果我们有一天真的这样想的话 那么那样的一句话 最核心的一句话 我们就会调转过来 这些老人活在世上 唯一的理由就是爱 那我们用爱 让他不再绝望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那我想他分享的那么好 是因为 因为他有十几年的这种 志愿者的经历 陪伴老人 就特别懂得老人 老年为什么会孤独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年轻的就是他爱的人 对他的关注度降低了 所以他对孩子们的关注 永远是超过 远远超过孩子们对他的关注 也有一个小片子 就是表达了这个意思 我们可以看一小段 看看你们自己是不是这样 好 你们的手机里头有全家福吗 有 有 我们上次在排队去刷 找了一个照片 他们留了两张 有一张 我做的那个手机里面有 有 有 我手机里面有 有 大部分都是 中间的是我儿子 你觉得你们女儿的手机里边有 你们的照片吗 这个我还不够清楚 只是没看 可能还是有 也应该有 也应该有 你手机里边有跟父母的合影吗 没有 好像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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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有了小孩以后 起来让我多次小孩找下 没有 没有 不是在这方面 我嘴 不太好 不好 这是个很小范围的一个测试 也很随机的测试 但是 其实从中还是可以看到 两代人互相之间的这种关注 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不知道我们现场的朋友们 你们怎么样 手机里有父母照片的 有多少举手 我看看 不错 至少有一半的朋友 手机里有父母照片的 还不错 有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吗 是一张合影吗 是我父亲的单独的照片 是父亲单独的照片 也有我妈妈的照片 也有爸爸妈妈的合影 好的 真棒 我们给他一点掌声好吗 谢谢 大家分享这一张 为什么要分享这一张 这张是去年过年吧 就是跟我爸爸妈妈一起拍的 感觉特别幸福 感到特别幸福 所以就留在手机里了 好我们也给他一些掌声 好吧 谢谢 看来的确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 把爸爸妈妈那么多的放在自己的心里面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不知道柳红老师 你刚才听我们聊这些 有什么感想啊 我觉得我还挺挺幸福和幸运的 就是我 我还是一个有爸爸妈妈的女儿 我妈妈85周岁 我爸爸86周岁 我觉得对待老人可能 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有适合他们的方法 我最近一次回家呢 我爸爸跟我说啊 因为他写了一个简短的一个回忆录 然后呢他呢就挺想让我 来给他写一段的 他说你给我写一个我的爸爸 他说你写个我的好爸爸吧 然后我就用这个我的好爸爸 我就那个逗了逗他 我爸爸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让他们感到他们是有用的 他们是被需要的 我觉得这个这个是要 让我们要动一点脑筋 您讲的这些方法我觉得都特别好 就是很有启发性 我不知道季老师啊 就是你们有没有读这本书 这本书呢我读过 确实很感动 我们怎么去对待老人 比如说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 曾经说过 年老或者老年生活 就是人和孤独的签订了一份很久的契约 那个老上校不断的去做金鱼 就是为了对抗孤独 实际上呢 对于老年人来讲 我认为啊不管有没有钱 不管孩子孝不孝顺 你能不能找到一件事 能够让你反反复复的去做 能够去抵御孤独和死亡的恐惧 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而且我觉得这其实很简单 对 有的时候你不一定要去看他 你就跟他讲 我哪天去看你呢 把孤独过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他每天活得非常舒服 因为他知道一个月之后自己还要来看他 我写了一本书也是这样 有一个故事就是 那个老人在撕他那个日历 让我帮他撕日历 他又动不了 他很老 他就说每天他最大的梦想就是 把这杯热力撕掉 因为距离他儿子来看的时间 近了一天 他每天生活得很幸福 他只要私利就可以了 人啊 最大的恐惧实际上 是因为没有有自己的兴趣 但到了老年生活 应该怎么去建立自己兴趣 实际上儿女要有很大的作用 就孩子要让父母去参与到她的生活里面 能不能让父母通过参与你的生活 去获得一些新的一些兴趣 而且跟大家分享一个参与的好方法 就是很多大家都觉得 我跟父母没什么可聊的 说两三分钟就没话说了 我开始也有这种感觉 后来我发现 主要是这个谈话的气氛被建立起来 你只要跟他聊过五分钟 他就会想想他自己很多事情 然后他就会跟你谈 但前五分钟可能很辩扭 我怎么办呢 打电话 我这边我自己看着电脑 上着网 发着短信都不耽误 然后那边就听我妈说 只要过了五分钟 他就滔滔不绝 然后我继续玩我的东西 但是我们交流的非常舒服 这是一个其实挺有意思的方法 是一个方法 刚才您分享的时候 我觉得更多的是讲到 是你首先要有一种这种愿 有这种心愿 你要关注他 你才会想到去找各种方法来帮助他 有一本书 我记得我大概是在两年前 还是三年前就看到了 我今天也把它带来了 叫父母离去前你要做的55件事 他就是一个类似于帮助手册那样的 就是建议你怎么来陪爸爸妈妈 55种方法 厌几种方法给大家听听啊 比方说记录爱 就是像您说的记下来那些故事 你们之间发生的故事 为他们做饭 教妈妈发短信 带他们出国旅游 记下来自己最喜欢他们的地方 定期举办家庭聚会 问问他们的初恋故事 记得每年都要照全家福 挽着爸爸的胳膊 挽着爸爸的胳膊 和妈妈一起逛街 和他们一起看相册 问一问他们的梦想 很多很多 55件事 我后来照的这本书 我把这书上的事 基本上都做完了 真棒 好的 我们第一本书的分享就到这儿 别急 我们今天整个分享的主题 都是围绕那群银发闪闪的人 我们接下来 要用掌声感谢大诺老师 然后并且请上我们的柳红老师 给我们分享第二本书 CCTV读书之选 谁在银闪闪的地方等你 一读指数四颗星 趣味指数三颗星 我刚才说我是一个幸福的女儿 我至今我的爸妈妈妈还在哈 但是我也是一个伤心的妈妈 因为我的儿子已经去世九年多了哈 所以我们是经过了一段病和一段死 我今天觉得其实挺荣幸的哈 要向朋友们介绍的这本书是一个 真是世上绝无仅有的一位作者写的一本 绝无仅有的书 他就是杨将先生的《走到人生的边上》这本书 这本书是2007年出版的 这个时候杨将先生是96岁 他说我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 他两个边缘 边缘还要边缘 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 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 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 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 向前看呢 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 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 我的灵魂呢 灵魂也没有了吗 这个就是他写这本书的缘起和目的 就是探索人生的价值 那么在介绍这本书之前 其实我特别想强调一个背景 就是杨将先生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本书 他经历了什么 他当时的生存状态是怎么样的 杨将先生是1911年出生 他有三个人生角色 一个是才女 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的研究员 这辈子写过戏剧 写过小说 有过易著唐继科德是他翻译的 第二呢 她是一位慈母 她的女儿前缘 被她说成是我的生平杰作 第三个身份是贤妻 她是世界知名的学问家 钱中书先生的夫人 钱先生称杨将是最贤的妻 最才的女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 1997年 他们的女儿钱缘病逝 一年之后 钱中书先生病逝 这个时候 杨将先生已经是87岁高龄 他本来有一个小小的心愿 中书病中 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 照顾人男不如女 我尽力保养自己 征求夫在先 妻在后 错了次许就糟糕了 然而事实上 杨将先生后来又 独自走过了17年 直到现在 他已经105岁了 依然 他的燃照着生命的光 2004年他生病 就在医院里 他在病床上 一直在思考 走到人生边上的这个问题 在钱中书先生去世之初 杨将他曾经说 说中书逃走了 我也想逃走 但是逃哪里去呢 我压根不能逃 得留在人间打扫现场 尽我应尽的责任 几十年前 他们两个人 钱中书和杨将相约 除非死别 绝不生离 他们一家三口 相亲相爱相敬 总有无穷的乐趣 杨将先生 早就有一个心愿 说要写一本我们仨 在1997年 他们女儿生病的期间 那个期间 杨将是在女儿和先生的 两个医院来回跑 一个在西山 一个在城中 女儿去世以后 她始终不忍心 告诉自己的先生 所以在女儿去世四个月之后 她才下决心 用了七天的时间 一点一点的急 比如说头一天说 说说这个阿元 她现在能够 她现在没有病了 或她现在不咳嗽了 或者说她现在可以安眠了 到了第七天她才说出来 她已经去了 真是 这份苦心 实际上 前周生早已心知肚明 那么杨将说 我要写一个女儿 叫她陪着我 她说到做到了 2003年 我们杨出版了 这本书有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 我们俩老了 第二部分是 我们杨失散了 第三部分是 我一个人思念 我们杨 那么在 我一个人思念 我们杨里面 特别打动我的一个情节是 她回忆了1938年抗战期间 她和钱中书先生在海外留学 他们得知她妈妈在逃难的时候 去世的消息 她写道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 悲苦的不知怎么好 只会冻哭 哭个没完 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 但是我没有意识到 悲苦能任情啼哭 还有中书百般炫慰 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 多么幸福 连妈妈去世了 能够 能够任情的痛哭 因为有中书在身边劝慰她 她都感到幸福 而当她写我们杨这个时候 是只有她一个人 她说老人的眼睛是干枯的 只会心上流泪 所以她在这一节里 反复使用了这样的词 说心上沾出几个雪炮 添了几只饱含热泪的影子 因为当那个雪炮一挤破了 那些热泪就从雪炮里涌出来了 她反复的都在用这样的字眼 说这样的字句 那份孤单衰老的哀伤 我们所有的读者 其实每个读者读到她都不得不为之动容 到了98岁 杨将又有一个工程 她动笔续写早年的小说 《洗澡的续集》 叫《洗澡之后》 这本书是2014年出版 而在这一年之前 2013年 杨将文集的修订版出版 你看看她做的事 还有特别值得提及的就是 2001年她和清华大学签订了协议 设立好读书奖学金 帮助那些贫寒的学子 好读书的孩子 完成他们的学业 把当年她和钱忠书先生的稿费 和之后的稿费 他们全部捐献 这个奖学金到今天已经持续了14年 当然还会一直持续下去 所以说杨将先生 他真的是走的很远很远 远的我们望尘莫及 他告诉我们边的外面 还有无限的存在 杨健先生的了不起 在我看来就是他 从他的中心点 从他的原点出发 这个原点代表着他的价值观 他持守的人性美德 他把他们带了一辈子 带了105年 还没有完 那么反共自问 当我们年老的时候 当我们走到人生边上的时候 我们能够无愧于 我们出发时候的这个原点吗 我们又能不能开怀的面对 边界之外的无限呢 这是我的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您精彩的分享 其实您刚才介绍的 不仅仅是杨将先生的书 还有他这个人 他走的太精彩 太远了 我们真是望尘莫及 真是的 但这样的一个榜样在那个地方 我觉得就可以从他的书里 他的人生中得到很多的喜欢 是的 其实柳红老师也是我的榜样 我真的是这样 柳红老师 这么说吧 就单说他每天跑的这个里程 那就是非常吓人的一个数字 一年的时间 您会跑多少公里 我也说不上 就是我上个月是跑了至少420公里吧 平均每一天要跑十几公里 马拉松 我今年也跑了北京马拉松 然后那个 也跑了一个泰山的一个 那是个半程的马拉松 然后就是上个月的 香港的一个 乐视一行者的一个百公里 那个是走 走23座山 我觉得这实在是有不可想象 我也在学习要成个老 因为我已经56岁了 实际上摘老大家为什么害怕呢 是因为他背后的死亡 因为死亡像是一个黑洞 就把你给吸走了 实际上我也经历这样的过程 我孩子去世的时候 我46岁 自由的妈妈 那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小伙子 因为那个生命对我们来说 就是即使我们相信有灵魂在 但是毕竟我们是人 我们是凡人 我们需要一些世俗的感知 我觉得我不能够再抱他了 不能够再摸他了 哪怕他是在病中 他在躺着 他根本不能走路 他后来的时间 他是不能走路的 都是我搬着他 但是可是当他不在了 我那个时候觉得就是说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就是原来我是承受的生命之重 但是我愿意 我愿意 可是当你觉得你不能够为他做事的时候 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痛苦 我想杨江先生也是这样 他的女儿去世火化那天 他没有去 因为那天他还要到医院去照顾浅中书 而且他也很不忍心那样的一个场面 他说我在心里为他告别 但是之后他就是 以这样的十七年的人生 献给了人类 献给我们大家 我觉得真的是了不起 在原来就是一百次的时候 我们说采访不到他 我们就在我们的读书节目里做一个节目 来给他过生吧 向他致敬 所以就请来了三连书店的前总编 李希先生 李希先生因为出版他的作品 跟他关系挺密的 常常到他家里去 李希先生给我说了一个细节 他说那个杨江先生的那个家里面 他他都是四白落地的那种墙 对对对对 然后呢 他就看到他的那个屋顶上 就黑黑的那种那种印子哈 他就问杨健先生 这是什么 杨先生说他自己呀 搭着梯子上去换灯泡 手撑在墙顶上 就是那个屋顶上 留下的黑手印 八九十岁的人 对他什么都能干 真的是太了不起 太让人开心了 所以如何一个人 如何面对自己的老去 我觉得有书 有人都是我们的榜样 实际上呢我们对老啊 大家有很多 似是而非的概念 觉得我老了 我就得这样 就得脱背 但是不尽然 实际上你在海外 你会看到最鲜艳的 最花哨的 最漂亮的 他们的银发 他们戴着礼帽 他们穿着长裙 他们那些是老人 老人可以是很美的 当我们的社会老人多起来 如果老人都美起来 那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件事 谢谢刘老师 CCTV读书之选 走到人生边上 一读指数 五颗星 趣味指数 四颗星 心指指数 那我们接着分享我们的第三本书 叫性格的力量 我们有请季中展先生 有请 这本书 读了以后呢 我和我太太做了非常多的交流 自从我儿子出生以后啊 我经常会和我太太去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如何面对衰老 因为我是三十几岁才有儿子 那我经常会算一个数字 就是说如果我要抱孙子 如果他有儿子 我多大年龄 我算了一下我应该是六十几岁 我在想到六十几岁的时候 我会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我开始求神拜佛寻医问药 我来想让自己活得健康一些 我开始让我的体重降下来 我开始让我的心情好一点 我经常想 这样会让我能够活得长寿吗 会让我和孩子在他有孙子 甚至能有四十同堂的时候 我还非常的非常的健康 成为一个我特别喜欢的那种帅老头吗 前段时间 我去我一个朋友家里做客 我见到了他的岳父岳母 两个老年人啊 状态非常好 于是我坐下来一边和他们喝茶 我们一边去讨论怎么养生 老人跟我讲 我们认为养生首先在于养心 养心主要要有好的心情 这个好的心情从哪来呢 要从好的观念来 在退休的最初几年 他经常被人被环境提醒 你老了 这让两位老人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迷茫期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后 他和他老伴有一个共识 我们不等死 我们不要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 那么急迫的给自己设倒计时的那样生活 我们要把每一天当作新的一天 他们开始重新规划和子女的关系 他们重新去建立他们的社交圈 他们去重新去体验和观察生命 主动去跟女儿说我要帮你带孩子 他们带孩子是干什么呢 他不是不仅仅是责任和义务 他把这个当作是重新去观察体验新的生命 和新的生命对话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觉得两个老人了不得 他们不仅仅是说 怎么让去面对衰老 他们实际上要怎么活得年轻 这也就到了今天我推荐的这本书 《性格的力量》 书的作者呢 是美国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 詹姆斯希尔曼 老年人的巨大数量能给社会带来变革 让其从掠夺成性的资本主义 和对环境的盘剥状态 转变为罗扎克称之为 优雅者的生存状态 他相信老林人口比例的不断上升 会让社会价值的天平 向老年人所最为珍视的那一方倾斜 减轻苦痛 非暴力 公正 教养 以及维系地球的健康和美丽 对于怎么活出性格 性格的力量 我总结啊 有两个 第一个呢 你要在底层逻辑下 去重新去解构你的人生 也就是说回到初心 一个人在儿童期和成长期 这两个时间段 积累了大量的包袱和束缚 你如何去轻装上阵 你如何去轻装上阵 重新让你的灵魂回头 变得更加年轻 用好奇心 用好奇心和勇气去过一把老年当探险的生活 让自己的成长模式 过渡到智慧模式 第二呢 就是要抛弃掉衰老和死亡对你的束缚 每一天似乎都是在走进死亡的一天 这确实会让人感觉到非常恐惧 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束缚抛弃掉 那整个人啊就会变得生动起来 精神养老就是性格的力量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季老师的分享 其实这本书里面我记得有一句话 印象很深 他说老年最主要的病症 是关于老年的观念 我岳父六十岁退休 我们一起生活嘛 他真的是把自己当作老人 开口闭口 就说我们老了 有一次呢我们去日本 到了日本 哇他就有一个对他有一个极大的冲击 他不敢让服务员帮他了 比如拎箱子啊 开车门他不敢让服务员帮他 因为每一个服务员都比他年纪还大 他回到国内就开始了 说别说我老了 我还有很多事情做 他整个观念全都转变了 所以其实观念的改变 对于一个人更好的面对老年 是不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在他的序言里面始终问一个问题 人老了 他的使命是什么 他不是说人老了该怎么办 他的前提确定了 人老是有使命的 有使命的话就会有很多的目标和做法 对 没错 就是性格的力量这本书里面 我记得还有一句话说说 老年就生命在老年最重要的意义 可能就是获取智慧吧 对 从成长模式到了智慧模式 CCTV读书之选 性格的力量 一读指数 三颗星 趣味指数 三颗星 心指指数 四颗星 不知道大家在读了这些书 那会不会对于老年有一种不一样的看法 那么各位对自己的老年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和想法 会说是设想呢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 来话筒 最近我在和一个英国人聊天 他就是一个已经七八十岁的 但是他经常出去玩 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因为我觉得我的奶奶和他年纪是差不多 但是我的奶奶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居住的那个城市 但是同样年龄的那个英国的老人 他却一直在周游世界一直在玩 所以我觉得那个之前讲的那一点很重要 就是还是心态的问题 就是在年老之前培养一些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啊 或者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这样的 刚刚看到那个潘老师分享的那五十多五十五件事情 发现自己有一半还没有做到 回去我一定要好好地看这本书 按照书上的事情一件一件地去做 回去还是要多拍拍全家福 然后也多给我爸爸妈妈他们拍几张照片 现在最急迫的事情就是早点回家 和他们一起过个好年 我想派我的爸爸妈妈去长城那里拍张照 好的 谢谢 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呢 刚开始是蛮沉重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是关于衰老的观念 我们有所改变的话 那么其实这个话题应该是可以是轻松 甚至是充满了激情的我觉得 所以关键是如果我们都能够从这些书里面找到智慧 找到我们面对衰老时候的勇气 那么我想我们所有人未来的路 在面对衰老来临的时候 都会更加的从容淡定和快乐 谢谢我们的三位嘉宾的分享 非常感谢我们 也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再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 CCTV读书之选的好书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